大家好,這裡是櫻桃 有關於美味光美代表色的部分 我在過去的影片中都講得很清楚了 而且還蠻多的 其中這兩部就是專門在講代表色的 另外兩部是稍微提到 但總而言之都是幫大家釐清這個觀念 官方最近出的色紙系列更加證實了我的說法 這邊是我所收的 這裡是粉色組光美 這裡是黃色組光美 這裡是藍色組光美 這裡是紫色組光美 這裡是紅色組光美 這裡是綠色加白色組光美 因為人數都少所以放在一起 這些官方的大集合代表色分類 你們可以直接對比我之前所做的圖鑑 自己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Batahar跟Majesty當時未登場 沒有紀錄 但我也猜到官方會把Batahar放紅色了 事後也證明是 我可是相當有自信的 這部分可以回顧這支影片 可以知道我為什麼對於光美代表色了如指掌 好,總之代表色到這部分為止 其實那不是重點 我只是在藥工 我真正其實想要講的是主色的部分 我一樣也是在這支影片中提到了 光美的代表色與自身的主色並不一定相符 所以才會導致許多大友分不清 某部分光美的所屬色 這邊官方也終於在最近給出了答案 請看這本 光之美少女20週年的 服裝編年史 那雖然是在介紹角色設計 但裡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主色分類了 但你們一起來看一下 主色就比較多樣化了 這邊是粉色光美 可以看到巴達克萊也在粉色裡 這邊是藍色光美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這邊是人數最多也是分類最多的 一共是黃色、橘色、金色 像Sani跟Wink就一定是橘色 Finale一定是金色 至於其他的我就不確定了 紫色、綠色、紅色也沒有特別的可講 注意這裡Prisom一樣是被分到白色 所以真的不要再說人家是粉紅了 人家代表色跟主色一致白 旁邊是彩色的光美 這邊也沒什麼意義 所以官方給出了主色分類更多 一共10個 以代表色的7色更多 這邊一定要講 兩者可以並存不衝突 Finale是金色 跟他同樣也是紫光美的一員 其他光美適用一樣的概念 這我以前也講過了 你可以叫他金光美 你當然也可以叫他紫光美 如果代表色跟主色一致的 就不要亂叫了 要注意 不同書籍給出的分類可能不同 但正確的分類就是以今天提到的這兩個為主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這個 因為曾經有雜誌把Miruki丟去藍色裡面 好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沒意外也是光美了 掰掰